《中文字幕》 你說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多人成功 是的,不是那麼多人成功 不過你問我回頭 我覺得我寧願開心多於有錢 即是年輕人要先找到自己做自己 就會帶來自己 或者帶來社會 或者帶來家庭的要求 不要說要求 起碼要找到自己才能做到自己 你要有自己的興趣 一定會找到自己的興趣 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才可以 我某程度上說 我們的教育制度是 在打沉興趣 或者將興趣寫在他們身上 在收窄社會需要的興趣 你應該要對音樂有興趣 所以你要去琴 你應該要去打網球 因為你應該要對運動有興趣 對運動有興趣 你應該要對什麼有興趣 所以你要去學什麼 沒有的 其實應該要這樣看 一文一武 你隨便解釋 學琴也好 畫畫也好 什麼也好 文化也好 一武 你喜歡跑步也好 喜歡游水也好 喜歡做什麼也好 但不是因為現在買保險 學好四五樣 隨便有三樣肥腦 都算做 總之一樣 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然後我又被家長問過我 那麼小時候 怎麼告訴你 他喜歡什麼 你就多給他試試 我也認同 但我又不太相信 我們現在香港的小朋友 蠢得連六七歲 都不知道自己喜歡做什麼 第二 家長 就是愛自己 我為什麼說要多愛自己 我覺得在香港做父母 因為我自己也是父母 我真的看到身邊的朋友 就算我自己 有時也過分地緊張 我的小朋友的生活 過分地緊張到 其實基本上沒有什麼自己 上班的就上班 其實上班也是為了 籌家而上班 可能上班 有些媽媽也是上班 晚上上班 更慘 有光雲姐姐的就好一點 不用管什麼是家母 不用管什麼是家母 就陪太子讀書